陈某人播讲 打网阴间的电话 王斌在省外读着大学 一年才能回一次家 因为路途遥远 车费也贵 所以能省一笔就是一笔 更何况王斌的家庭条件并不好 家里边有一个常年阴病卧床的母亲 医药费更是从牙缝里边挤出来的 他与家人唯一的联系就是电话 但是为了节省长途电话费 他也很少往家打电话 就算是打回去了 也只是嘘寒问暖几句 他的母亲在最后总是会说 出门在外 总要花钱 你省着点买肉吃 没什么事啊 就挂了吧 王斌在毕业之后 留在了外省工作 虽然有能力赚钱了 但是王斌往回家打电话的次数 是越来越少 繁忙的工作 让王斌抽不出时间来给母亲打个电话 工作结束之后 要回到出租屋里边 更是躺下来就睡着了 仿佛连拨剑的力气都没有 偶尔王斌也会有的时候 想起给父母打个电话 可是又不知道跟母亲说些什么 除了嘘寒问暖几句以外 没什么好聊的 于是就把手机又放下了 反正眼看着快到年底 有什么话回去的时候再说嘛 有这么一天 王斌正在工作 突然间就觉得胸口闷得厉害 说不清楚是为什么 总是觉得这内心很害怕 怕什么呢 他也说不清楚 王斌的同事见到他这样 就过来问怎么回事 在王斌说了之后 同事就说 哎呀 这可不是一个好招啊 我以前在外地的时候 有一天也像你这样 感觉心里边特别难受 后来打电话回家去问我爸 才知道 当天我妈就没了 哎呀 别别别 我说这些干啥 你别乱想啊 说不定你只是最近工作太累了 身体发生的这个抗议讯息 听完了同事这么一说 王斌心里边更不踏实了 自己真的太久 没给家里边打过电话了 以前总觉得在外面赚钱重要 赚到了钱 给家里人过上好日子 才是最好的 却忽略了父母需要的是更多的陪伴 这天一下班 王斌就匆匆忙忙的出了公司 他脚刚踏出公司门外 王斌就拨通了母亲的电话 没过多久 母亲那边接通了 母亲的话特别的多 都是说一些好好照顾身体 把妈都想你了之类的 王斌知道 家里边一切安好 然后他就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家里好就行了 妈 没事的话我先挂了啊 然后我等会回家还要赶文案呢 过些日子我就回家了 到时候再好好的跟你聊一聊 挂断了电话 王斌舒心的回家了 心里边这块石头 也终于算是落了地 终于到了回家的日子 王斌虽然没有西装革履 也算是一桌得体的还乡吧 一到村口就看到了得知消息的父亲 早已经站在大树下等着了 爸你来见我了 妈知道我回家不 我带了好多好吃的回来 王斌走过去拉起了老父亲的手 老父亲的手 而在这个时候猛地抖了一下 瞬间变得五指冰凉 王斌忙问着父亲怎么了 父亲的表情顿时就藏不住事了 沧桑的老脸顿时是老泪捧成 你妈呀 她早走了 怕影响你工作 不让我告诉你 得知了消息的王斌顿时觉得五雷轰顶啊 手里边所有的东西全都散落到地上 他自己更是哽咽着问母亲过世的时间 问过来才知道 居然跟上次王斌打电话回家的时间是同一天 而且母亲是早上走的 那王斌是下午下了班之后 才给母亲打的电话 那是一通打网阴间的电话呀 母亲一定是舍不得走 放不下孩子 所以才让儿子感应到了不祥的预感 然后趁着最后一缕未消失的意思 跟儿子通了一通电话 王斌清楚地记得 那通电话里母亲的话特别的多 如果时间能够重来 王斌一定会好好的再听听母亲的唠叨 再也不会打断母亲的话了 如果时间能够重来 王斌一定会经常给家里打一通电话的 大家看第一天